这个条款当中讲的第一个规则 那么第二个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从建筑物抛制物品 或者坠落物品造成贪安损害的时候 由侵权人承担责任 这个规定也特别明确 谁抛制物品谁的东西脱落 那就谁承担责任 他才是真正的责任人 所以这一部分规定也非常的明确 第三个规则呢 说经过调查以后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这个时候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急于补偿 我刚才说这一部分 才是侵权责任法87条规定的规则 每个人都不可以往下扔东西 那真正的那个扔东西 那个人脱落的那个所有权利人 他才要承担侵权责任 所以把这些都弄完了以后 说还不行 说经过调查 这个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这时候才有加害的 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这是第三个规则 那么第四个规则呢 就说他尽管是一个有可能加害的 一个那个使用人 建筑物使用人 让他承担了补充 这种补偿的责任 也不是最终责任 就这些人当中 有的可能就是那个行为人 造成所害的那个人 那这些他都不是这个 真正的那个行为人 那么这些行为人 他承担了补偿责任 承担了补偿责任 但当找到了这个真正的行为人的时候 他可以向他去追查 就把这个准确还是归到他身上去 这个讲的就是第四个规则 这个就比较公平 原来87条也没有做这个规定 那么第五个呢 就讲物业的问题了 那么现在住的城里的房子 都是这个高层建筑 那现在这现代的楼屿都有这个物业管理人 那给这个物业管理人 给他一个特别强制的一个义务 你要加强管理 出现问题是你负责任的 所以这一条就这样说 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等建设建筑物的管理 也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牵关规定情形的发生 这是你服有的安全保障义务 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承担 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就讲的是这个了 我刚才讲 房上的冰流的那是自然悬挂物 你也应该去清理去 你没有经过清理 那个东西掉下来 那也是你的责任 那叫脱落物 对不对 也没有明确的那个谁的责任人 那当然就是你物业管理的责任 这是第五个规则 最后一个规则 就是这个条文最后说的这样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有关机关应当 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这里头有关机关是谁 这个有关机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律委员会在向常委会做报告的时候 说这个有关机关就是公安机关 那为什么是公安机关 为什么不写公安机关呢 那么立法机关有一个规定 就是在非刑事法律当中 不写刑事规范 这是一个民法问题 民法不写刑事的问题 那么这样就没有写 就写有关机关 有关机关说明了就是公安机关 那现在就说发生了高空抛物 高空追悟造成损害 找不到人的时候 其实你公安就必须去侦查 立案侦查 查清谁是真正的假害人 这就是你的职责 如果公安机关真正的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去侦查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都能查清谁是真正的假害人 那么这样呢 能够查清真正的假害人 真正去适用 有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物 使用人去承担补充责任 这种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而且会保证社会公共安全 所以这一个条文修改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成果 那么这一部分消除了 清全责任法第87条存在的那些不足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范 那我原来也说 当我们每一个居民住在高层建筑上 都不往下扔东西 房子是管理都很好 都不会脱落物品 造成他人所害的时候 这样的条文也就没有用了 那还需要我们 每一个公民这个数字要去提高 大家数字都提高了 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那么他仍然还在 随便往下扔东西 造成所害 那就这个条文还能起到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